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接上个视频继续维修这个那边起 这个视频可能要分个好几期 大家想学东西的可以耐心的看完 绝对是能学到东西 那么上个视频我们说要把这个管子拆下来 全部测量了一下 这个管子全部是已经拆下来了 一共是24个管子 坏了22个 只剩下这两个是好的 然后我跟这个网友联系了一下 就报了一个架 它还是维修 其实这种东西坏管子坏的多的话 我们也不愿意修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的价值在这里 而且这个管子我们要买好一点 要买几块钱一只的 这个价格下来的成本太高了 我们收太高的话就不划算了 而且我们修这种东西 大家知道我们修力变器 拆装这个手续特别的麻烦 这么多管子要把焊盘吸空 要装上去要拆 是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下部怎么来修 我们把这个管子拆下来之后 我们先是不装管 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明显看到 这所谓的这个启动电阻 基本上 这黑的22个启动电阻 幸存的很少 像下一步的话 我们肯定把启动电阻给它全部检测一下 坏的更换掉啊 你看这都是20R20就是22欧的啊 那么我们先给它把这个其中电阻 给它都处理一下再说 好 刚刚我找了一下呢 我发现我这里这个20欧的电阻 这个1206的这种电阻呢是没有了啊 那么我现在的维修室呢就是说 它这个上面不是有些电阻是好的 我打算把这些好的电阻把它挪到一块 我们让其中的这个变压器啊 有一部分这个变压器能正常工作 然后我们可以装一部分的这个管子啊 我们先把这个逆变器让它启动起来 看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边 呃后面的这个好电阻啊 拆到前面来 好 现在这边已经处理好了啊 我看了一下呢 把所有的这个好的电阻挪到这边来呢 只够驱动这两个变压器了 那么这是后面还有四个变压器呢 呃是无法工作的 大家看这个电阻呢都已经 很多都已经一拆下来成了两两节了啊 烧断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来尝试通电试一下看啊 我们用外表测一下这个驱动电压 好 这里值得注意的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供电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可调电源供电 然后我们这个电流呢 呃把它给到一个1.5A左右啊 电流不要给的太大了啊 以防有短路烧毁其他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加电啊 呃打开电源 呃这个电源打开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呃上面呢 是300多毫升啊 应该是正常的啊 然后我们看前面这个屏幕呢 是有这个显示啊 那证明这个单片机可能是没问题 最后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驱动电压啊 这个驱动电压的测法呢 我们就用外表的直流档啊 去测这个呃 开温馆的机 SG啊 我们随便测一个去 这个是0.4V这个是不正常的啊 我们再看这个 5.2V啊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那就说还有一半不正常啊 我们也可以用 像我这回外表的话 它可以测50K以下的频率 我们可以用这个频率档啊 测一下啊 我们可以测到 这边是一个呃 50赫兹啊 它这个是一个干扰频率啊 这个不对的啊 我们再测一下这边这个啊 这个就是一个40千赫兹的频率 看到没有啊 那么这边这个管子的驱动是有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驱动的话 是有一半有 一半无啊 它这个是推完驱动的话 应该是两组啊 你看我们这个驱动就不正常啊 是没有的 0赫兹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靠左边的这两个管子是有的 你看这40千赫兹 然后靠右边的两个管子是没有的啊 49赫兹 这个是一个干扰情况啊 应该 呃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有一半有的话 我们肯定这个芯片是没问题 那么就是这个驱动 呃 出来的这个电路啊 到这个管子这里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驱动电子我们检查了 那么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这个 呃 图腾放大啊 这四个管子啊 因为他之前也说过 他这个管子 他是自己换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我一看了就看出问题了啊 嗯 刚才我因为一碰嘛 他这个管子比较烫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型号 B772 D882 这是一对 他换的是D882 D882 明显是一个对管 他给两个都换成这个 同一个型号的管子了啊 这个管子应该是 一个是NPN 一个是PNP 结果把它两个都换成这个 882应该是NPN的管子啊 换成NPN的管子了 那肯定是不会正常的啊 而且这个管子还发热啊 应该是下管发热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维修的时候 你即使你不会修 你去换配件的话 再怎么也要换同一个型号的啊 不要随便乱换啊 这有些东西不是说 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啊 搞不好你还搞出其他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管子 给他处理一下啊 给他还原 好 我们现在这里处理好了啊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边的电压啊 这边现在就已经正常了啊 应该是 启动啊 5.217 这边是5.278 基本上是没问题 那么我们再可以测一下这个频率啊 之前是靠这两路嘛 靠这边这一路没有啊 我们测这个频率 40.12千赫兹 再测这边 40.12千赫兹啊 频率也是一模一样 那么现在的这个驱动部分就修好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急着 把这个全部管装回去呢 并不是啊 我们只装两个管 或者是只装四个管 我们让一个变压器啊 或者是这个两个变压器 让它工作起来 我们看后级正不正常 啊 刚才呢 我装了两个管子上去呢 一通电了 这个管子又炸了一个啊 大家看这个管子呢 这边都已经裂开了啊 那说明这个驱动啊 还是有问题啊 很多玩家说用这个万元表啊 测这个驱动电压 根本上不用试播器 就没问题啊 刚才大家看到 我用这个万元表呢 不仅测了这个驱动电压 而且还测了这个驱动频率 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结果的装上去 还是炸这个管子啊 那么肯定就是这个驱动 还是有异常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呢 就来用试播器来检测一下 这个驱动啊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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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